劳动基金被曝投资出包 频密媒体报道指出 劳动基金对俄罗斯投资了77亿 却面临了俄罗斯外汇管制 这部分无法汇出 恐怕会变成灾账 对此劳动部回应 经过清查 资营操作并没有投资俄罗斯相关的股债 也会请受托单位注意相关的风险 而行政院长卓榮泰在今天出席金融反诈高阶论坛 则是特别留步 感谢刚刚夺下金牌的台湾黄金男双林杨培 谢谢黄麒麟跟李洋 特别留步感谢再度夺下金牌的林杨培 行政院长卓榮泰 把掌声献给为国争光的选手们 也致力进行打诈工作 尤其是一些比较漫不经心的 或是相信歹徒给他的讯息的人 可以在最后一刻再经过我们的提醒 让他减少受到这种风险的可能 防堵诈骗守住人民的积蓄 不过攸关全体劳工权益的劳动基金 被平面媒体爆出 投资俄罗斯高达77亿 却在俄罗斯祭出外汇管制后 这笔钱汇不回来恐怕变成呆账 劳动部强调 自营操作方面并没有投资俄罗斯股债 会请受托机构注意风险 根据统计截至去年底 投资俄罗斯部分约2.42亿美元 占整体基金的0.12% 和投资中国的比例一样 占比相当低 私底下用劳工的学患钱 投资俄罗斯 前进俄罗斯 劳动部与行政院应该立即向国人道歉 与说明 民进党政府对不起台湾千万劳工的权益 更对不起在战火中挣扎的乌克兰人民 两委要求主管机关劳动部 应该针对争议部分说清楚讲明白 毕竟劳动基金是全体劳工的血汗钱 操作上更应该谨慎避嫌 记者林先生刘存为台北报导